今天是11月9日 這幾天,OnePlus的原神限量版升了少少 另外有聯想的Lenovo小心Pepro 12.6吋 這隻一直是熱賣的 現在已經改了國際Warm 改了國際Warm是Lenovo的TEPP 12P 整個機背是全鋁合金做的 看上去是相當高檔 而且機身是很薄的 整部機都是很輕的 如果是Samsung做這個餡料給你 4000多港幣是買不到這隻 這部只需要4000多元 已經改了國際Warm 晚一點都還有其他貨到 到時再拍給大家看 多謝大家支持 下午就翻了三隻 其中一隻是熱門華為的Mate 50號 這隻是昆龍玻璃版的 其次有這隻Hai Nova 9號 這隻牌子比較少人認識 其實它是一部華為的生態手機 規格和顏色都跟華為的Lenovo 9號 是完全一樣的 有什麼不一樣呢? 唯一不一樣的就是它的訊號接收 這部是5支機 華為的Lenovo 9號是4支機 還有這隻是可以安裝到Google Play 它行什麼作業系統呢? 其實它這部機 剛才說了華為的生態手機 它是行這個華為的鴻蒙OS 但是廠方就十分低調地發佈這隻手機 你可能會問 現在出了華為Lenovo 10 Pro 那有沒有Hi Lenovo 10 Pro 我可以跟你說 已經有了 剛剛這個月開賣 同樣都是用上這個鴻蒙的 規格和顏色都跟華為的Lenovo 10系列 完全一樣 一樣不一樣 都是這樣說 Hi Lenovo 10 Pro 可以收到5支的